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快,晨早新聞報寸 我睡在這頸,哎呀,真是 有點痛啊,要找MISS八八骨 不知道你有沒有需要呢 下面有個地址 沒有地址的,有個WhatsApp你可以打去預約 那今天天氣如何呢? 不要打電話WhatsApp 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10日,星期日 今天的天氣是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酷熱,最高氣溫約34度 吹和緩的冬至冬南風 最高只有線指數大概是13,強度屬於極高 那接下來兩三天都是天晴酷熱 好,那今天的新聞呢 嘩,阿sir可以搜車 那呢,就拒捕那班人仔 被車夾著手拖行 嘩,那麼驚險的,好像拍戲那樣的 真是辛苦了,對吧 你知道吧,有很多罪惡的嘛 另外呢,今天今天非禮的案件很多 在幫我按新聞的時候 嘩,這麼多非禮呢? 有個23歲的男人連環非禮七條女 好像是法庭案件來的 其餘還有一些非禮的事件 另外呢,有些民生的事 101元黯然燒人飯? 只有四塊叉燒,不是吧? 很離譜的,四塊叉燒賣101元 過百元一碗飯已經很過份了 對吧? 唉,真是,生意又難做 做人都難做 有個小妹妹,易童 美女,很小 她之前說打了Biontech 兩個星期內發生了一個心機嫌 現在已經出院了 大家知道她最新的消息可以放心 暫時以輪椅來代步 待會跟大家研究一下究竟她是甚麼環境 澳門搞到禁足 越搞越嚴重 待會跟OK仔有個專題 先說一下本地的新聞 詳細新聞內容 本港新增2995宗確診 輸入個案超過200宗 英國就佔56宗 叫做慈恩學校 13個學生就是確診 在3000的水平上上下下 204宗輸入個案 英國就最多了 主要就是新加坡、美國、泰國 其餘的 學校那裡有十多個 有一間也OK 差不多 她也不會說得很詳細 在204宗輸入確診裡 有74宗機場 檢疫酒店發現108宗 其實機場驗過一次 有一半是酒樓入酒店才驗到 這樣 當中大部份個案說病毒量都是較低的 可能是復陽也未頂 學校方面 剛才說的是特殊學校 原來是慈恩學校 增一名教職員確診 有13個學生接受檢疫 看到72個地方立入強檢 尼敦道大家樂 海關總部職員食堂上榜 公務員打齊針 都是要強檢的 這樣吧 地方一定是多了 看看安心出行有沒有響 昨天有人說 你們最喜歡去Mango Tree吃東西 不用快點看強檢 我上一次已經有9個月前了 吃過一次 很好吃 很喜歡吃 信口說說 也不能預訂 新增1560棟確診大廈 沙田佔最多 聽途、雅苑、明城、貝沙灣都上榜 很誇張 新增報1560棟 18區沙田有145棟 另外東區元朗也是緊隨其後 不過全香港都差不多 一個地鐵到處走 所以也是這樣 每天新聞都是這樣 每天報的東西都差不多 食肆方面 北國匯 濟州燒肉食堂 黃大仙中心 北館 阿萊泰 這些食肆都是中招的 要強檢的 有空看看 如果中了那些 看到口岸的司機 又不是很多 發現陸中跨警貨車司機 初揚到不確定 二十多單都說過 這個就不多 說說 11歲 心肌嚴留院 一個月 終於可以回家 他機能大致回復 大家不用擔心他 今年11歲 蕭逸童 上個月 什麼 背後心肌嚴入院 病房一度急轉直下 家人很擔心 全城集氣 在兒童醫院 深切召留醫 阿姨在Facebook上 分享喜訊 醫生通知 逸童留院一個月後 終於可以回家 形容 心情就是來回地獄 又折返人間 逸童 逸童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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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生積極又正面 相當不錯 醫民中提及進入兒童醫院期間 這裡很多為生命而戰的小勇士和家人 仍然打拼 願祝福可以持續 但願奇蹟每天上演 上個月 因為心口痛痛痛痛 入院確診了心肌炎 入院不足一日 情況急轉直下 要用人工心肺 繼續在深切治療部留意 事發前三星期 他曾接種第二劑的復必泰疫苗 後來接受心臟小手術 穩住情況 三個星期 未必關不關事 整天都是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應該就不知了 自己判斷了 但是現在暫時要用輪椅去代步 看到他要坐著輪椅 可能長期坐著 他的腳的肌肉有點退化 他真的這麼說 他的內臟機能大致回復 但是雙腳因為手術之後 神經要教長時間才復原 原來手術之後 不關睡床內 暫時用輪椅代步 仍然要持續鍛鍊 強化腿部的肌肉 太耐無用 人的身體是這樣 用盡廢推 原來他之前也挺嚴重的 阿姨說 逆童最初從昏迷 昏睡中醒來 感覺身體一夜之間變得 支離破碎 前段時間迷迷糊糊 情緒波動 但是家人醫護 各專職治療人員 在悉心照料下 他慢慢走向明白接受 和學會劫後餘生的感恩 這樣 劫後餘生的感恩 當然啦 撿回一條命也算是這樣 大家自己關注一下 如果再想看詳細一點 安培晉沙恩 遇刺身亡 李家超也表示哀悼 指安培在任期間 港日有一個緊密的合作 一定是表示哀悼的 不會說內地有些網民 但有些人說 一定是小王人去教我們 什麼愛國情 什麼都入了他們的數 總之你上網看到就 隨便吧 但你看到香港的領導人 內地的領導人 官媒 全部都是一致 是要悼念的 李家超說 我就安培晉沙先生的離世 表示深切哀悼 願他早日安息 我自己作為市民 看到這些暴力事件 當然是不好 大哥你刺殺 一定是看到不安 怎麼能夠說那些話呢 對不對 好 晚一點還有一個專題說說 兇手的背景 看看阿家仔夠不夠了 夠了跟大家說說 澳門那邊很嚴重的 現在很多一樓層的措施 就要推出 就要跟大家說 晚一點說 因為他很多 還有一些網友 之前說我們 一說禁足那邊 他說 你兩個說假新聞 假什麼新聞 大哥 在香港的報紙說出來 又說不知道 不要說 現在就知道了 實在詳細 受不住玻璃心的 晚一點不要進來聽 因為澳門現在爆疫爆到 何一成 說下個禮拜一要 七日停工商業活動運作 停工 停了那些商業活動運作 由市民禁足 說到是不是 類似 總之都很嚴重 總之稍後再說 因為要說很久 要說很久 停工七日 僱主也無需出糧 嘩 真是嚴重 真是嚴重 還沒有出糧 政府可能會補貼吧 好了 先說說香港的新聞線 香港就看到 你看看林青霞 還不是很守衛心嚴 不到你不守衛心嚴 連環爆洩半山 兩間豪宅偷百萬財物 三個非法入境者被捕 剛剛是新聞來的 所以為何要養一打狼狗 十二隻狼狗 十八個工人 守衛心嚴 防彈玻璃等等 上個月半山兩間豪宅連環爆洩 損失800萬財物 警方深入調查 在昨天土瓜灣拘捕三名非法入境 中國籍男子 好厲害 抓到 連齡介乎 38至42歲 涉嫌連環爆洩 企圖爆洩 和非法入境 建了一批裝物 包括 也有一些工具 螺絲批 繩子 手套 鋸刀 還有幾十件珠寶手飾 找到是當時的賊 原來 原來 這個集團 是否有做其他案件 警方也要再研究 他說由於事發單位是低層 以及有鋼架進行維修 那些賊人 鋼架便會爬進去這間屋 這樣也有 豪宅 豪宅 豪宅一樣 會有 就算有多少首位 都一樣 可以進去這間屋 說一下 長沙環 警員 截這輛私家車 遭拖行受傷 你死了 兩個男子被捕 嘩 這件事很危險 他說長沙環分區人員 在凌晨4點 區內進行打擊危險駕駛的行動 一名警務人員在興華街 這個遊樂場 對開截查一輛私家車 新手進去檢查兩個男人的駕駛執照和身份證 嘩 這輛車突然向前走 阿Sir這輛手夾在車中間 被拖行一段距離 手腳受傷 嘩 這些擺明是襲警來的 清醒被送去明愛醫院 不是怎樣 踩錯腳掣嗎 不是吧 立刻那些警察就拘捕車內 就是30歲姓蕭的男子和22歲的男子 他說涉嫌危險駕駛 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五隊跟進 他說被捕人驗證被扣留調查 當然 阿Sir伸手進去你開車 不是吧 真是恐怖 這件事 真的有什麼事 是啊 你怎麼知道 可以怎樣 總之很危險的事情可以發生 做警察也是很危險 看到警員在上水破獲一個淫困 拘捕11名女子 這個叫做絕擊行動 絕擊反罪惡犯三合會行動 他有一個唐樓單位 裡面有四個賣淫場所 真的你說在上水 人家賣淫 你去買淫買什麼呢 先看看貨品 年齡介乎41至54歲 真的 拘捕六名本地女子 剛才那裡有五個本地女子 經營賣淫場所 不用怕 41至54歲是經營的 內造的人 年齡介乎44至49歲 是這樣的 包括按摩油毛巾 床墊 現金約3萬2千元 也沒辦法 警方不排除 有更多人被捕 對 我不知道他的準則是怎樣 總之告訴你 素王素了 有些人說 賣淫不犯法 有些人說什麼 總之現在 經營賣淫場所 這些鬥就不行 但我不清楚 一流一流好像沒事 再研究吧 企街都不行 好 先說一下 大埔林村 有隻貴婦狗被人擄走了 警方在元朗找回 拘捕了29歲的偷狗賊 這隻 挺可愛的 貴婦狗仔 玩具貴婦很小的 盜竊9隻 29歲 姓楊本地男子 他在今月6日接獲報案 大埔林村的狗被人抱走了 竟然捉到人 他說 根據香港法例 第210章 盜竊罪條例 他當是偷東西這樣計 擅取他人 寵物不但犯法 更剝奪了動物的權利 警方呼籲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他說 最高可以監禁10年 真誇張 好 先說說變態佬 在收毛平連環非禮七條少女 23歲毛葉男 押後繼續審訊 年齡介乎13至17歲的少女 被他連環非禮 觸碰少女的背包和腳 其中五次更是同日發生 被控7項非禮罪 這個23歲毛葉男人 他的職業就是非禮 適浪 身份 帶到東區法院提堂 無需答辯 遲些再審訊 因為需要還押 看看小南精神治療中心看管 看看他的報告等等 不止的 港鐵旺角站 18歲女兒遭偷拍裙底 38歲男被捕 昨天下午4點 18歲女兒在港鐵旺角站 懷疑遭到人用手機拍裙底 警察到場 初步調查 38歲姓王的男子 涉嫌非法拍攝 觀察私密部位罪被捕 案件交由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五隊跟進 真是色情人通街 大家小心 好 這個是不是色情人呢 驚人內幕 柴灣張鎮興書院 男教師被投訴 對男學生作不當行為 警方教育局跟進 這間張鎮興書院 就是OK仔的母校 他昨天有位校友 托我把這件事說要說出來 其實這些新聞我都會說 昨天忘了說 這間學校在柴灣很出名 因為出名在柴灣的和尚寺 即是男校 這個男教師 下面有些人在說 一些驚人內幕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他說 張鎮興抗例書院 有學生和舊生 指控一名高層男教師 涉嫌對男學生作不當行為 教育局表示 局方和學校接到舉報 會按機制獨立調查 局方要求學校嚴肅跟進 以及徹查事件 他搞了什麼 又沒有人說 不過 就說 在Instagram 部分的不當行為 在Instagram公開了 有在讀的學生和舊生討論 行為包括身體接觸 不少學生感到冒犯 下面有留言說 這個sir 可能是姓歐 全名叫魔人報歐 也不是那些 也是那些 但新聞沒有說不說 怎知道是堅寧流 所以就 看看他什麼時候會查到這件事 魔人報歐也有 另外觀塘有個男人被人搭 搭生魚 涉案的男人被捕 街頭摔角 什麼事 搭人是最 受傷害最大的 拳頭打你一拳 搭你整個地 攻擊面 剛才凌晨 觀塘有個男人 62歲 在協和街 131號 近和樂村巴士站 對開欄杆 講電話 突然間有個男人 在後面 一言不發 把他托起 拋出欄杆之外 事主 跌到一米下的行人路上 背脊落地受傷 當時兇徒沒有罷休 作勢跨出欄外 他繼續出手傷人 幸好被圖人喝止 喝止 這個男人就收手 施施意然地走 讀者提供車鏡的片段 就看到 這個姓譚的62歲男人 慢慢起床 很痛 捱著路等就喘氣 帶著雙自己報警 經過一番兜截在附近 刮到他 達人的姓嚴 41歲男子 涉嫌襲擊 造致實際身體傷害 被捕扣查 什麼原因呢 有待跟進 這個62歲的叔叔 然後由救護車送去醫院治理 什麼人都有 危險 警察在屯門截查可宜車輛 找到 伸縮棍開散到 三個男人 藏攻擊性武器被捕 是 昨天 凌晨1點 在屯門 陽景路 一個露天亭車場巡邏期間 發現一輛可宜私家車 還有兩個男人站著 不知道幹什麼 警員在車裡找到一支 58厘米長的伸縮棍 和一支 40厘米長的開山刀 車內 這個30歲姓郭的男子 就是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他之前有兩條人在看水 阿Sir一走到他就走了 一支箭就走了 留下車內的人 現在只是抓到那個人 叫市民 不要收藏這些東西 正常也不會收藏這些東西 當然是找些事情搞一下 不知道他搞什麼 總之是抓了 說說暗然燒雲飯 來Q彭埔101元 只有四塊叉燒 你不要去搶 大眾化的暗然燒雲飯 其實就是叉燒煎蛋飯 叉燒加隻雞蛋 被周星馳一夜搞紅了 很多港式茶餐廳 以這個飯 就好像拿來做生蕉牌 都敢死 我見過在九龍城 暗然燒雲飯 78元 都離譜 其實這個東西 叉燒加隻雞蛋 雞蛋最多就是加3元 最多是那些飯 那些飯不值錢 五元來 叉燒幾塊都不夠二兩 網民近日分享一間餐廳 點出一個高價 高達101元的暗然燒雲飯 全疊只有四塊叉燒和一隻荷包蛋 以來網民的熱議 我看到這樣簡直是離譜 hashtag 暗然地離去 這個網民的貼文 一出吸引到幾多人留言 只有幾塊點送飯 但有人說 這些是願者上吊 就算叉燒多好吃 雞蛋多好吃 都不是這樣的價錢 明明是叉燒煎蛋飯 看到101元 不但暗然 簡直是雙感 改名叫雙心頭雲飯 真是很離譜 就算米是多麼絲苗 也不是這個價錢 而且沒有汁 菜也沒有 真的沒有 有粟粟米仔 很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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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香港百物騰貴 聞得療身那種 又賺不到錢 吃東西又貴 嚇死人 店租又貴 他打算拿些沒有汁的叉燒 四塊叉燒粉 101元 醉飯之前被人封了晚飯晚市的時光 這樣好像不太好 大家都辛苦 明白 看到這樣最多不吃 好 挺多人跳樓 中年男人 大埔仲雅院 走廊墮樓身亡 非涉事大廈住客 自己走去那裡跳 這些 害死人 無端端端 嚇死人 一聲巨響 昨天 是不是昨天 應該就是 昨天早上 九點 聽到一聲 華爾人高處墮下 就在大埔仲雅院 那裡 仲雅院在哪裡 你也是不知道的 倒鱷在仲雅院八號對開 當場被證實死亡 經過初步調查 相信事主在走到走廊那裡 就一下子跳下來 沒有遺書 但他不在那裡住 那一刻才恐怖 是不是 真的 以前是有這些事情 又是 又是O機仔住的頭 最出名的 翠灣村 自殺聖地 現在沒有了 因為裝了那些鳥籠 這些是看不開的 青衣有個五十一歲男人 在長亨商場 飛墮山坡死亡 51歲 叫做 尿土路六號 在昨天 十點零四分 陶人報警 有人躺在山坡 那裡 應該就是 飛墮 飛墮也是跳下去 跌在山坡 還有一個 九龍城明愛太子宿舍 中年女人天台墮樓 當場證實不治 今早6點 九龍城界限街 134號明愛太子宿舍 一名年約40歲的女子 在上坡高處墮下 聽到一聲 保安員就去報警 然後發現 警察說救護員到場發現她死了 是這樣的 調查原因 街限街 我經常跟希希走去那裡 我們現在去九龍 走過對面就是新街 街限街就是這樣分 接著說一說 在西環 有兩隻小貓 躲在車底 消防員想救她 替你捉醫院 有人報案 有人說 有兩隻小貓在小巴底 危險 一走可能會滾死她 打算救她 救不到 貓義公報警 最後怎樣 義公向消防員求助 最後捉不捉到呢 不知道 她沒有說 最後也是用那招 用罐罐 叮叮叮叮 叫她出來吃東西 這個比較好 但報紙沒有說 那兩隻貓最後怎樣 她說有人去 警察也在官堂破獲非法賭檔 負責人和17個賭客被捕兼罰款 嘩 昨天下午5點 蓋也蓋不完 勇著行動 和重塔行動又來了 突擊搜查 這個官堂的崇仁街 83至89號一個單位破獲懷疑非法麻雀檔 每位都五千元 五九九支 五十六歲姓王本地男士 經營賭博場所 那些傢伙打麻雀年齡介乎 34至81歲 誇張 找個位置玩一下 警方也拘捕一個男人 在一個住所裡儲藏毒品 他不是小小自己玩的 他有720萬懷疑可卡因 真誇張 原來在柴灣 飯運約8公斤可卡因 總值720萬 嘩 整包米 是啊 大一包米 一包米五公斤而已 很誇張 米當然不夠和這些錢 貴很多 這些一經定罪 終身監禁 簽物以身示法 另外 拆單員的騙案 又有37歲的女子 求職騙局 失去了30萬 慘了 37歲 昨天下午6點報警 又是那些 拆單員 那些 都沒有人被捕 是沒有的 我等了 等了一個多兩個月 還沒有說到 什麼時候被捕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緊 很多毛孔不入 我收過 sms whatsapp 然後有一次 想看看 Telion Group的東西 還有好幾個 都要問你做不做兼職 毛孔不入 毛孔不入 是的 那 自己 小心一點 今天就新聞來到這裡 明天再聊 拜拜 明天有個新聞 是的